我有把那個錄完的這個程式 其實放在雲端白板上 就錄製那個什麼呢 美元的聚集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地方錄完 然後 其實我主要是補了四個東西 一個包含就是 坐標 這個 等於是 水平的位置 跟垂直位置 那會有個交叉 所以M的話 基本上就在這一點上 OK 然後500的話呢就是寬 高的話就是 10D 就是10個儲存格高度 OK 那 來源的話就是 A1到B39 這個範圍 OK 這個範圍可能會變動 那人民幣的部分的話就是 我把它改成兩個 錄下已經有兩個 所以其實這邊應該也可以把它改成兩個範圍 那我們就可以來改寫 成為一個回圈 那如何改成回圈 如果你假設說 呃 不想說一直在錄字 其實錄兩個就差不多了 那再來的話呢就可以思考 如果要全部一起 10欄全部跑完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怎麼 思考一下 4i 所以這裡的話 10欄的話 我們就是 可以這樣 4 6畫面 OK 好 我忘了切 這樣 好 切一下 好 切一下 美元 告人民幣 這邊的程式呢 把它寫成一個回圈 所以這個回圈 怎麼樣把兩個 其實將來呢 類似的做法 也差不多 就是說 你如果會錄字聚集 那之後的話 你可以推敲一下 是不是有些地方 都大致上重複 所以我只要滿足 第一個問題就是 1 下一個11 下一個2 11 以此類推 那第一個問題可以解決 第二個問題的話 就是說 第一次呢 出現它會是b 第二次出現是c 一直到k 如果第二個問題也能滿足的話 那基本上你就可以寫個回圈 那這個問題就可以解決 呃 程式相對的會比較少 不然的話你 如果不會這樣方法的話 那恐怕你10個欄位 你就要入10段程式了 那當然 其實第一個啦 執行起來的話 也會覺得 程式太攏長了 都一直重複 不過啦 假設你剛開始學習 實在做不出來 沒關係 你就先這樣寫 先以可以寫出來為優限 然後再來思考說 怎麼樣把它改成回圈 那我這邊示範一下 如何把它改成回圈的步驟 第一個的話 for i 等於1 空一個 1到10 enter enter 兩下 再打一個next 這個前面有講過 接下來的話 其實我們可以把那個什麼 折線圖美元這一段 複製到負回圈裡面 ok 那複製完之後的話 記得我是建議可以把這個地方按個tape 意思就是說 我這一段程式是在4回圈裡面做運作的 所以基本上 for i 等於1到10的話 那理論上會跑10次 可是問題來了 我看怎麼變動 第一次是1 第二次是11 第三次是21 所以這邊其實我們可以 再增加一個變數 因為會變的資料 所以給它一個k好了 那k的值 所以你會發現 如果歸納起來1 11 21 所以它一定會有1 所以你可以用1 加上什麼呢 每次 就加上i 可以乘上10的倍數 那也就是說 當i等於1的時候 它就變10 當i等於2的時候 它就變20 可是問題來了 我i 如果從1開始的話 那 它會 k的初始值 那就變11 可是我初始值 如果想要是1的話 那我們可以一個做法 也就是把i i先減掉1 那記得喔 先刮乎起來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 第一次的話 它就是i 減掉1 那就變0 0乘上10 還是0 所以第一次是1 沒錯 那第二次的話 當i等於2的時候 那我減掉1 那就 2-1 那就1乘上10 那就是10加11 有沒有 那等於3的時候 那變20 20 21 所以喔 第一個呢 我們已經 產生了一個變數 叫k 那k可以滿足這個 m後面這個數字的需求 那所以呢 我們再來什麼 可以把這個1 delete掉 後面呢 串一個and k就可以了 1 直接把它delete掉 那為什麼 直接 想說之前 同學問到 常常會confuse 這個地方 老師為什麼 你不是用兩個and 而是一個and呢 我前面講過 因為剛好這個e呢 是在最右邊 你可以直接delete掉 然後空一個and 空一個k就可以了 意思就是說呢 把這個k串在m的右邊 這樣ok 那再來的話 這個其實不用改了 因為m1 跟m11的高度 其實應該都是一樣的 所以這個地方不改 好 那這個地方如果改完之後的話 我們得到個k 好 那再來的話呢 底下其實還有一段程式 我是建議你們直接可以用複製貼的 在哪裡呢 在全部的下方這邊 三圖 在應該第五頁的地方 Ctrl C 那你Ctrl V直接貼到那個excel 這裡下 那為什麼直接貼啦 因為喔 其實三圖 每個地方其實都差不多啦 意思是說 把這個工作表裡面 只要有圖的部分 通通幫我刪掉 所以delete 全部刪掉了 ok 那再來我們來跑跑看 這個全部 我只增加個k 放在m的這裡 所以執行 你會發現呢 跑完之後喔 他的結果呢 有沒有符合我們要的 好像第一個有耶 第二個呢 位置大小其實也有 只是裡面的資料好像 怎麼跟上面的一樣呢 下面一個也是一樣 欸對 其實主要原因是在這裡啦 因為喔 我們沒有改這個 Range A1 到A42 第一個範圍 第二個範圍還是B 所以呢 他每次都會是 美元 新台幣 除非說呢 我 把什麼呢 每跑一個回圈 我就把 B變成C C變成E 一直 把它變成 一直到哪裡呢 到K為止 所以呢 要什麼用 用什麼方式喔 可以讓他每跑一次 就換一個 這一個欄位的 什麼 欄位的名稱 那這個當然喔 寫法其實 還蠻多種的啦 因為我自己想了一招啦 就是說呢 我乾脆建一個字串 名稱叫CL 等於什麼 等於他的欄位的文字 B C D H I J K 一直到K就好了 也就是說 我現在喔 因為我現在需要一個 當他為1的時候 幫我抓B 當I等於2的時候呢 幫我抓C 放在這邊 以時類推 那可是問題 我要怎麼讓他可以 剛好 抓到指定的位置 特別注意喔 接下來 我們可以再增加一個變數 叫C好了 C等於 如果你要抓 這個字串裡面的 第幾個字的話 我們可以用MID MID 這個前面用的蠻多的 接下來的話 他會問你3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你的那個文字在哪裡 COL裡面 逗點 STAR STAR是哪個字開始 那我就放I就可以了 也就是說呢 當I等於1的時候 那我就抓什麼 一個字 所以第三個是 要抓幾個字 例子 也就是說呢 當我 I等於1的時候 抓到 B 這個字 因為我只要一個字 OK 放哪裡呢 放在C裡面 當I等於2的時候 那我就抓這個字串裡面的第二個字 其實就是C C來 第三個就抓D 所以喔 我就已經產生了一個變數 再來做什麼呢 把這個B跟這個B 換成這個C的變數 換的方法跟那個 放一個I的方式是一樣 先把B選起來 算號兩個 移到中間 and兩個 再移到中間 加一個C 然後把and前後 隔開 再加一個C 那這邊也是一樣 這邊也是一樣 這個B一樣喔 把它選起來 然後刷號兩個 移到中間 and兩個 移到中間 再加一個C 然後把and前後呢 加空格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會隨著 它的I詞變化 增加 而去抓取不同的 這個文字裡面的第幾個 其實就是藍名 並且把它放在這裡 OK 一樣把舊的先刪除掉 塗給刪掉 然後再來喔 全部試試看 OK 各位可以看到 第一個就美元 人民幣 歐元 美元日幣 英鎑美元 其實主要是對美元的匯率 高高低低的 OK 各位可以看到 這幾個月 新台幣好像 有漲有跌啦 好像人民幣有稍微往上的趨勢一點點 不過最近又下來了一點點 歐元差不多 日幣 好那這樣的話你會發現 很快的我們就可以把十個圖呢 全部快速的一下都會出來了 那如果你要刪 刪除圖的話 我們這邊有一個 範例 這個範例的程式 在雲端白板的第五頁地方 那這一段其實很簡單啦 就是說 利用那個create object chart object 就是 這個圖的物件 它先算算看裡面到底有幾個 如果大於零的話 表示裡面有圖 我才去做刪除 如果沒有圖你還刪 那程式一定會發生錯誤啦 所以 執行一下 把這些圖全部刪光光 OK 全部刪完 然後再執行一下 這樣的話十個 一下子呢 就 全部 幫我把資料給抓下來了 當然最後的話 你還可以在旁邊加按鈕 比如說按一下第一個按鈕 把資料下載 第二個按鈕是下載什麼 美元 人民幣最後全部 OK 那請各位試試看